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一个呢 那我觉得我之所以就是喜欢这个乌有之乡 我觉得乌有之乡搞一些活动都有助于就是有助于社会的正气 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能够代表人民去执政 我今天跟大家交这个题目呢 是共产党执政必须保证工人工农劳动者的主人工作地位 这个然后我这里说的工人啊是包括这个广义的 就是既包括产业工人也包括我们的教师 医务工作者网络就等等 就各行各业的凡是在劳动稿围上工作的 都是应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尊敬 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为他们去谋利 就是为他们去谋利 我呢先自我介绍一下 就是我是从74年从部队退伍 我回到北京以后啊 在北京西城区劳动局管这个劳动管理 后来呢我又去 我又转到这个客人单位搞管理 然后呢又到这个局级单位 就是那个仪表工业总公司这个人事部搞管理 又转到北京广播电视局人事处 转而到北京电台做人事主管 后来呢后期做工会副主席工作 我最大的感受呢是什么呢 就是我目睹了从1974年我搞这个劳动人事 对人员管理的辩论是值得我特别关切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28年取得政权 靠什么呢 就是靠一个承诺 就是工农当家做伙 工农分到田地 工人有工作干 所以这个知识分子 有他的这个地位 那有他的那个社会保障 就等等这样呢 才使得老百姓拥护我们中国共产党 所以说呢 我个人觉得如果咱们讨论这个问题呢 实际上是对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 一个最好的一个纪念 那我首先我说一下这个 这个整个在咱们国家用工制度的一个演变 就是我从一九七四年到了新城劳动局 我我是和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年 这个大交道 这个这里呢就给网友们一个情况介绍 就是说呀 就是现在在网上啊 对这个上山下乡这个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对他的这个态度上是有一很大的困局 实际上呢就是毛泽奇从一九六八年提出的上山下乡 实际上是毛泽奇呢就是说 每一个家庭留有一个在父母亲身边 剩下的呢就是到农村去进行的锻炼 也是解决当时文革后期这个工作这个就业的问题 这这也是一个解决就业的一个办法 但并不是说把这个知青年红下去 就是不管了 其实呢这政府也想到了很多措施 当然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 这么广泛的一个广泛天气 不可能没有那些问题的 但是遇到了问题 政府还是解决了 就是我回来之后呢 那我接受的是病退了 就是因为有病退到城里 然后回城工作 还有因为家里有困难 然后回城工作 还有一个呢就是高中毕业 家里是独生之女 是有困难 或者这个孩子那有病 那也都能留到这个城里 然后分辨工作 然后凡是这些 到了城里之后 政府都能给每一位 这个都能分辨工作 而且呢都是在做 就是除了把他们分到单位之后 我们还要去回访 还要去争论他们意见 还要看他们工作当中那种问题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啊 就是作为一个劳动者 你不管是做工人 都很 也觉得很光荣 去那个去当一个服务员 那也觉得是那个 那很出这个尊敬 作为医生 就作为医务工作者 那也那很出尊敬 不像这个现在 这个工人农民 是被别人调不起 所以我就想啊 就说 共产党 你是干什么的 共产党的职责是 是什么 我觉得共产党 就是要为劳动者 撑腰 为劳 这个为劳动者去谋利益 而不是说 当外做老爷 有什么既得利益 我会说从那个 从我七四年参加工作以后 我转了这么多单位 就是 这么多单位 就是 那我总感觉 就是 大家都愿意去 做一个劳动者 就是我 就原来就我一块 这个退我回来 一个 一个战士 他本来是都跟我 干活是怎样的 后来他就因为 第一个原因 就是工人的地位高啊 工人工资高啊 就是工人的 当时的工人就是 那我们说的 就像以表鱼的 那个医保行业吧 就四十块一大毛 那我作为一个干部呢 是二十四级 是三十八 差了两 就就差了两块一 所以说 他就为了这两块一 再一个觉得 到工厂去呢 那个 干活呢 那也很那个舒畅 所以他就从我的岗位 就跟我再一块 他又倒工厂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局面都是这样的 说大家并不认为 哪个比是低一等 哪个高一等 大家都 这个都是很和睦的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就是因为我在这个 这个人事反处就干了 有 有 有二三十年嘛 就是说 当一个工人 在劳动当中出现了问题 当他出现了这个差错 除了追究他的差错的原因之外 还是要做耐心的工作 不是说 你愿意干 你和我是雇佣关系 我是用钱雇佣的 愿意干 你不愿意干 你滚蛋 根本没有这种关系 而且是 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他就得出现再哪些问题了 就通过家访 到车间给他同工 同工 同工和同劳动 然后来观察他 来帮助他 就让他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而不是把他给抛弃 就是说 当时一个企业也好 一个事业当然好 很不容易能把一个人能够开除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 现在在网上有人说的 现在为什么要搞这个检验争效呀 为什么要搞这个 呃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呃这个运工的什么 那叫派遣制啊 什么这个劳务制啊 就为什么搞等等这些东西 就现在搞 这个搞了很多这个 这个花招 目的就是过去 在毛东时代的工人 都偷懒 都不愿干活 然后呢 所以说呢 对待这个人呢 就必须用一个措施 用一个经济手段 来控制一个人 实际上 这实际上就是 你作为一个 一个国家对人 起码是对一个人的一个不尊重 就是任何时候 他只要是在这个岗面上干了一个路 他不可能去偷懒 他也不可能不为自己的行为 这个这个好坏 而是感到 呃是 呃有有容易感 或者那有这个羞耻感 他不可能没有 这个人都都有一个 就作为一个高级动物 他肯定就这样 所以现在有好多的东西 那好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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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是一个误区 我说一个 呃然后我从这个走完之后呢 那我感觉就是 自从改革他上以后 就就就就开始有了这么这么一系列措施 就是那什么措施呢 然后就是这个 把那个社会主义的平等的这个这个劳动关系 改为貌似工 呃就是好像很公正的一个固定关系 就是你来我给钱 你走 就拿走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那么呢 我用人呢 就是 我想用就用 我不想用 就不用 就实际上这个好像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人体 这个这个 等于人体资源的关系 就很明了 就是愿意干干不愿意干干 然后呢 就是 就是那个 就说 我可以人尽其财 可以那个 不用那个 而且呢 能够发挥这个人的最大的这个 呃 这个工作效率 但是实际上 咱们经过改革开放的 这个三十年以后 咱们就能看出了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就就就出现了 我们吃的 我们用的 我们穿的 然后 然后 所有咱们身边所能够看见的东西 哪一个能让我们去放弃 为什么会有这 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 就是因为 利用了这个资本主义那个顾民的关系 把工人固定到一个岗位上 这个工人呢 他不考虑这个企业的前途 不考虑这个企业的信用 我只是为了我挣的那一份钱 我怎么样去那个想法 帮助老板去多挣钱 然后我多得我的那份工资 这个老板呢 怎么样呢去利用低价的工资 就是用最小的代价来使用这个人 最后的结果 是损害的公众的利益 损害的大多分 损害的这个 绝大多分的利益 而且呢 不论从健康 不论从环境 就知道很多 这个让我们老百姓就就这个不满 我说一句话呢 呃就是 这就就就话说了 就是作为一个执政党 你是共产党 你搞的是一个 是社会主义的初级 对不对 咱们注意 咱们社会主义 你就不能把那个西方的那些制度 全盘的 不消败的 全部搬到 你认 你作为共产党认定的 你的标准 你的理想 你的信仰 对这个都放在这个 这个就是用这个来套 这么一套 实际上你的这个执政的地位 你就变了 你执政地位 你不是为了咱们工工大度 你是为了你自身的利益 往来共产党是没有自身利益 共产党是全意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而且提倡的是毫不利益 和专门利益 是这么一个 到实际上等到了 这些落实到 他这个每一个执政者的 这个人事头上 他就变了 那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所在的那个 那个地方就在空益河 有一个麦冬桥 麦冬桥呢 两年前就是零 就零九年九月份 那原来就在九月份之前 在在这个空益河 就散了很多小摊 卖的菜 主要是这个 这个卖的菜 而且那个设计啊 是很大一块 从那个北挖 从北挖向北到万流 就就整个这一块 就没有卖菜的地方 所以说呢 这些小摊 这些卖菜的这些小块 太有市场 所以就在这个河边上就摆满了去 城管呢 是一会儿来赶 一会儿来轰 最后死东西的问题 后面呢 就城管就想起了一个办法 找了一块地方 找了一个游泳场的 一块停车场 和这个儿童游乐场 游泳游乐场 本身那也没什么生意 把这个改造成了一个菜单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北京电台 什么青年报 各个媒体都还报告这个消息 就是城管呢 是执政卫民 是这个引导菜龙呢 然后到一个集中点 这样是这个利盟措施 据说当时这个海贼区的副机长 那也参加了这个菜单这个 这个开业这个仪式 开业到今年已经两年了 就就就就 将近两年 结果呢 在6月1号 突然 把这个菜单就取 就取地了 取地的原因呢 说这块啊 是绿 是绿 是非法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 这老板就不干了 说是 这个菜单 是我们吃的 人是 最主要就是吃饭问题 就老百姓对国 那也是吃饭问题 你把我们这买菜 生活问题 断了 那么我们就 那个就要跟你拼命 所以老百姓呢 就把这事情就反映到 当时是 呃 北京青年报 和我们电台的这个 呃 那个 生活热线 都做了报告 但是 后来呢 然后 然后后来就搞清楚了 是因为这个工商所的 领导 变了 这个习领导呢 他要搞自己的业绩 他要显示 他自己这一块业绩 就说你看 这块地呢 如果搞成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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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规划呢 大面上呢 要比这个菜单要强多 所以 所以老百姓 就有一块了 你执政者 你是为老百姓呢 你还是为自己 这里就 就是这个执政的地位 和公共大众的 这个地位 就产生了这个 微妙变化 我讲一下啊 那个 我 我从这里 然后我就想到了 就是 然后我们电台 我在的时候呢 也搞过一次改革 就是在93年时候 当时也有 那也设计了一个 就是 工人岗位 可以在那个 在劳动局 设一个 这个人事代理 当时的目的呢 就是因为工人岗位呢 这个岗位不一定很 不一定是很长期的用 这样 比方一些临时岗位 就是我 比如我这一块 我要干节目 我这一年我要做个 大节目 或是我这半年 我要做一个 这个中生节目 那么我要需要一些人呢 就不需要从编制里去提这个问题 需要我可以 可以一些灵活的 从这个 这个社会上的 招聘人来完成任务 但是当时 因为我是从 从忙碌时代过来的 而且我那段时间 我干了很多事 有一个经典 同工同朝 待遇 这个待遇完全一样 就是没有任何区别 可是到了现在呢 是个什么情况呢 现在变成了一个 用了一个 一般派遣 和特殊派遣 这两个 来 来做了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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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做了一个花招 为什么呢 就用了一般派遣呢 我 我可以 低带一下 我放了特典地 特殊派遣呢 照顾有一些特殊关系 对吧 就是比方说是 领导推荐的 和什么 那个某某 这个跟我 那有关系的 那我用这个特殊派 这个特殊派遣 跟我们政策是不一样 这一般派遣 就 不同工 也不同工 不同工 这个 不同工 这样的话呢 就实际上就是 一种 在这个工农 劳动大度 这个 这个地位 就显然就 就变了 还有就像 那个 还有就像别的 那个电视媒体 还有搞一个什么叫 起聘 和单位聘用 还有正式职工 就是 整整改革开放以后 我觉得老百姓 最不满意的 就是 就是共产党 你应该是 越改革 越有利于老百姓的 民生 而不是 越改革 越给老百姓制造麻烦 越给老百姓在工作 生活 各方面 都感到心里 不平衡 都感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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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活呢 没有安全感 工作呢 也没有安全感 就是 本来自己可以在这个角度上 通风味的好好干 可是心里呢 就说不定 得对了谁 我就这个话就没有了 我这也 我也举出 我跟我们电台一个例子 就是 北京大学 来的一个大学生 他在 那我们一个栏目当中 干了半年 他在 观看他的节目当中 他发现这个片头呢 应该 改进一下 就更好了 这样的话呢 就更容易吸引观众 他就向他的领导呢 就提出来说 说主任 我能不能把这片头呢 咱们改进一下 主任马上就给我打电话 我说 约 你把这人跟我家的滚蛋 他说 这什么原因 啊 我这个片头 花了这么多钱 好被搞的那头 他还没干半年呢 这个 这个 这个小干杯豆子 就这么大的口气 就要 就要改我片头了 我说这个事情 也好伤了 就是也不至于 因为我说他是一个北大的一个本格生 也许他年轻人呢 可能他有更 更适合咱们这个 咱们 怎么好你的电视呢 这个栏目是 这个 这个栏目属于这个年轻人看 那么年轻人给你提问一个专业 你可以给他探讨一下 不一定这么大活 不一定马上就给他 开除了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 这个 这个过分了 后来说 后来说 我不给你多说 你要想要 你要 我不用 我不能用一个 就随便把我的片头 就随便卡在来 我不能给你提个建议 并非说 权力还取得你主要是 你主要是 所以说 就现在这个 人人和人类人物的关系 不是一个 就是说 就是一旦一个人有权力 他不是拿这个劳动者 当作跟他同等的一个 而是当作一个 生气的 真是当作一个 像资本家那样的 对待工人的态度 所以这个 现在呢 我念一段这个 就是那个 那个 就是这个 中国改革报 登的一个 这个 登的一个片子 有个话 就是二零零 二零零六 二零零六年 十二月十四日 中国改革报 他说呢 长期一来 在认识上 存在一个务须 就是把固定关系 等同于 不平等 既然不平等 就要消灭 固定关系 而且消灭的越快越好 消灭的越彻底越好 在马克思所描述的 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 那个时候的固定关系里 确实出现 表现的不平等 但是自从资本主义国家 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之后 不平等的关系 逐步弱化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 雇佣关系 就没有表现的不平等 关键在于政府的规则和调控 所以说呀 整个咱们改革开放 这三十年 一个最大的一个 就是让老百姓 就感到 就包括 对我这样 就感到一个 骗驴 再什么去呢 就是利用一个高调 利用一个漂亮的名词 来迷糊老百姓 让老百姓呢 你先忍候 你先受激烧恶也没关系 再过二十年 咱们就共同富裕了 少数人 就变成了 多分富裕了 那么现在就听说 等再过五十年 咱们就看到 我们 中国就看到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 是吧 过了一百年以后呢 我们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 这些都是我们在座的 就你年轻人也可能看到 就像我根本看不见 那么 我这比较说 我前半生是在某种时代 我觉得我挺幸福 我后半生呢 是在这改善化 我呢 你过去 照文化说 苦还能吃 而且呢 我现在就是 至少我现在有个生活保障 因为我就接近 就是我接近退休 可是我已经退休了 我生活没什么 但是对于年轻人这 后面的二十年 后面的五十年 后面的到七八十年 他根本就消失不到 实际上是 你共产党 你不能把这个远期的 这个这个状态 来让现在年轻人 去 忘了清醒 那个 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 忘了清醒 判断罪了 去这么样的去 这个 这个 看老美好未来 这种实际上是一种 骗子的文化 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再一个呢 没有表现不容易 实际上呢 都是在那就是 理论上 在平面媒体 就是在平面媒体上 去做那个 美化这个资本主义 那些东西 我说一说呢 我 我后面说一个问题 就是 我后面说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就 我 我们无有之乡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 而且我们大家呢 都已经爱了这个 这个 我觉得无有之乡 搞了很多活动 包括我 包括我家人 比如像 跟清花 这个学子 都很好 都是弘扬正习 我记得 我们所有的网友 都应该 团结在一个很好的 一个 这个学生地上 去 激破那些 说鬼话 说骗人话的东西 来强调 我们 共产党 你必须 你不管是初级端 你初级端 你也是社会主义 你是共产党 你必须要保障 我们工农大众 叫做文工的 这么一个地位 就必须要去强调这个 就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网络上 所有的这个这个 这个学生上 我们都应该围绕这个 只有这样 我们和我们的后代 和我们 就是和咱们 在座的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年轻人 都是修期相关的 如果这个问题 这个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 都不能解决 因为你不是国家 你不是国家主人 你就没有权力 但是 我们的命运就 掌握我们自己的事情 就是没人去 没人去 就是说 也就是说国际各奖 就是我们要做天下主人 我们 首先是一无所有 我们必须要征得 天下主人的权力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们就应该利用这个 我有这项 这个好的训练之力 来 激活那些 骗人 丑化历史 比方说 丑化全苏联 淡化 立民主义 我觉得立民主义 最最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要工农 大众 是国家主人 就是要解决工农大众的问题 要给工人 农民 去牟利 这就是立民思想 所以现在 有的时候 老体 那个发现 我发现一个 那个情况就是 提马斯主义 淡化 淡化 这个立民主义 这也是 是实了我们 大家 每个网友 注意的一个倾向 再一个 丑化王中时代 这也是我们 应该 一个关系的问题 我下面 我就再讲一个重点的问题 就是当天 咱们这个 左派的队伍当中 有一些倾向 就是 无谓的去 这个就是 就是用这个 就是花了很大的精力 去来 这个 争辩 什么是真马克主义 什么是假马克主义 什么是真革命 什么是改良主义 我觉得这个问题 也是我关系的问题 我先讲讲 我的一个经历 我 1960年文革开始的时候 我16岁 但是呢 我 我 上去找 我五岁都在上去 因为我爸爸是 过去是个军人 康林潮是在 那个 是在朝鲜呢 回来之后呢 又和那个 苏联红军接访了 这些事 我爸爸基本在海岛啊 基本都在家 我妈妈也学习人 所以我呢 就是 被寄托在 那个一个地方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是 我也寄托在 大远有一个叫 育裁学校 这里就是 幼儿园 小学 中学 都有 所以有这个机会呢 就是 我有劲呢 就给 因为孩子太多 我就提前上学了 这样的话呢 我到了六六年的时候呢 我就是高二 文革呀 我觉得 文革的 最大的事物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 我们这些 普通的 这个政策的老百姓 根本就不知道 毛肚时代的 优越性 就是 可以说是 生在堂块上 这个不是天 所以 当时大家现在毛肚子好 大家也会好 都是 包含毛肚十万岁 但是心底里 究竟毛肚子伟大战争 根本就不知道 我注意说呢 到了文革当中呢 到了文革当中呢 就是说 我罪责命 你不 你不革命 都是 都是为我 这个 独卓 都是为我独卓 什么东河洪啊 井上山啊 什么 什么奋起千军棒 什么奋起千军棒 什么奋起千军棒战斗 就是 山头林立 大家就没有想到 毛主席为什么要 要 要搞黄大战 毛主席 关心的是什么 现在 大家可能在 故事上那个 已经公布了 就是毛主席1965年 重向独占山 对吧 毛主席关心的是 功能大众 当不了 国家的主人了 不是 就是 主人公的这个地位 减少了 那些民主革命的 过来那些人 当官做老以后 忘记老百姓了 毛主席要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毛主席也不是要 不是真 就是说 从毛主席的实际讲 这个我理解啊 并不是要打一两个走子派 是要解决工农大众的地位问题 这是毛主席真正的 就是告诉你 工农大众 你的地位要上市之后 你应该怎么办 所以毛主席告诉你这个方法 但是呢 大家伙呢 到拿了文化大革命 去增山头 去得利益 所以 到最后 去武道 所以后来 我后期 为什么我特别 我也有些方法 就是这 无休止的 在这种 帮派的东西啊 太有 所以说呢 最后 导致毛主席的真正的用意 没有 没有实现 这个是 这个是文革的教育 文革的教育到现在 我们应该听什么呢 就是 我们现在就要 争夺我们自己的权力 争夺我们自己的地位 争夺我们自己的生存 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个是很关键的 实际上 大家看 房屋的改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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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的改革 呃 医院的改革 到 后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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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环境的 灌溯 这么几件大事情 很多的东西 就是在 说明什么呢 共产党的执政 你是为谁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 你就 辜负了老百姓 对你的信任 咱们说 这个房屋改革 房屋改革 是按全力进行改革的 当越大的官 房子就越多 他的财产就 就 就越大 这个咱们是清楚的 就 就从我们的事业单位这样 你当财长 他也许有两套 这个房子 开始是一套 他变化了 他也能够变成两套 对吧 他当了局长 他到这个单位 弄到一套 他掉了一个 他当了副部长 他又来一套 他这一套呢 明显的 应该是 这一套要交 再要清单 然后这一套 我能不能用这个 金融市集房的 这个钱 我把房子买了 实际上这种改革 你再去进行 那个 什么 那个房屋的价格的限制 这些东西 永远堵不住 为什么 你的 共产党 你执政的 权力 你没有去监督政府 执政务门 去真正去为 公大众去牟利益 你没把这个做在家 你自身 都不能以身做责 你就不可能 让老百姓 真正得到利益 所以说你再压价 那也是 让老百姓 你消消消息 你别造个团 是吧 然后呢 这房子 会降价 但是你可以想想 这房子降价降价 它三环 它成旅 或者一环 二环三环 这房子地这么大 所以说呢 那么呢 这个 用年租房 用这个房 来护卫老百姓 所以说呢 我们的左派 应该在这个问题上 应该在脑子里想一想 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精力 用在什么地方 这个 列宁有一句话 我给咱一面 这个列宁说 这是列宁在这个 共产国际 第三个会议 他跟谁说的 是跟那个 跟那个 一个分男的 一个革命者说的 这个话 就是 最清醒的考虑 权衡和检查一下 究竟应该什么时候 什么环境 什么场合 产去革命行动 应该在什么时候 什么环境 什么场合 转而产去改良主体行动 那他们就最容易 为止而碰到头破水流 就是说 你就说如果你不注意这问题 就说你在什么时候 我这我不解释了 就 因为水平要没有高 那我别自己没事 我不解释了 这里列宁所说的 转而产去改良主义的行动 自然不是指放弃 马克思主义的原 原则立场 而是说 如果环境需要 要采取必要的改良 或其他 某些不具有革命的行动 就说在 什么时候 就采取了 所以我觉得就那一次 咱们不只像那个 开那个 清华学子的这个 跟那个 跟马云的会议 就是那个 跟韩南强讲的 不 跟韩南强是在这次会上讲 我记得有个例子 就说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 我们这个纪念 毛老东也好 我 我们弘扬这个 麻眼精神也好 我们就是要 要适合老百姓 对需要的事情 我们去做 而不是说 老百姓现在 能力 达不到的问题 你比方说 你不买 你不买一个政府 你要采取暴力 不可能 你这种就是过激的行动 你过激的行动 实际上是阻碍老百姓的 根本利益 所以就没有必要 为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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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有这么一话呢 就说 那个 那个 另一边说 工农政权 而无产阶级 就不能算有群众 整个机器 叫 撒加 这是列宁啊 在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列宁全集第二版 第四十三句 第一百名主义 前苏联赢得政权 和指导政权的实践 也有力的证明了列宁论的正确性 呃 网友们都看说 对前苏联 所以能这个 呃 所以能赢得这个民族的那个 这个 这个赞同呢 他开始就是土地 面包 和平 这不是赢得大家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用户了吗 如果说你开始 我们就是要那个 那个 要把那个 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不适应的东西 全部都给消灭掉 啊 我们就是要这个 平分你的所有的东西 你所有的态度 你要这么一个口号 你就过激了 你就是 我们就是解决 农民的土地 老百姓的吃饭 你面包 我们现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临时政府 他要搞战争 我们不要战争 要打倒战争 他就是要 就把眼前的利益 先解决 查阅的利益 条件 达到的解决 所以我觉得 现在咱 咱们这个 这个 咱们这个 这个 这个红色网友 也有 有很多争论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应该把脑子 要放在我们怎么样去维护 维护我们老百姓的利益 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现实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上 我们不能去操作 对吧 我们不能说啊 你是忍一哀恶 我们没有工作 对 没有 我谈了工作 咱们那个 这个网友们那有大学生 我们 我在劳动局 我在 颐表局 我在这个 广播电视局 做実施工作的时候 没有说我为了一个工作,我得去送礼,脱关一起,然后呢,送礼脱关一起,连送礼你还是会送啊,你没有本身,你还送不了那个,从来没有,我调了这么多工作,你看我调了多少岗位,我从那个劳动局调到北京光队技术研究所,从光队技术研究所,然后在那个北京医研究所总公司,后来我又调到北京光队技术研究所, 到电视台,我没有送过任何东西,现在整个这个社会就变了,现在是你送礼,你要是没有本身,你还送不了,那我哪敢要,你也要,那你告诉我,你看我,所以说现在这个社会风气,确实,那也是值得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觉得是羞辱的,共产党人如果把社会搞成这个样子,这个社会,我觉得真是,我觉得是让人担忧我, 我说一说呢,我为什么要就提起这个主题来呢,那我觉得就是,我们网友的前途,我们网友的命运,都掌握在我们网友的自己身上,我本身的想象,不对的样子,希望网友批评指正。 网上有一位网友问,军рей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我国早期的人事管理,和现在的人事物资源管理有点点不同,最好是能具体谈认一下,这样大家有一个对比,可推荐的认识。 谢谢老师 这个问题我讲一下 这个问题要用最简直的话题 在毛泽东时代的这个人事馆里 比方说我在新闻的劳动局 是为每个劳动局服务 我记得我当时我当时给我的第一个任务 是在接待市 接待这个沙克夏天的知识青年 和毕业的学生 就困留和病毒的学生 就是高中生和初中生 这孩子们 当时我也是孩子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 也跟我谈 就是你能跟我分个什么工作案 那我们不是说 我回答说 不是我跟你分个什么工作 你希望你定位一个什么工作 你告诉我 我可以给你 可以给你反应 就是那个时候的 这个这些分配啊 不是说 你去到英文单位 是 政府 党 就给你把这个政策 都由一个办事机构 就给你定好了 统计好一共是 五百人 这五百七年 什么类的 困留的 他一边的身体比较好的 病流的 身体比较差 这个病流的 该是分类 分好类 然后呢 我接待的目的就是 也要争取这个 求职的那些人 到底什么想法 我把大家伙的想法 告诉后面调配的 这个工程员 然后根据大家 个人 单位和这个条件 拿个综合 综合安排 是政府是为老百姓去服务的 这是一个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到了八十年代 是 就有好变化 就是 人情关系主 那个时候 在这个毛肚时代 也不是这个一点 因为你不认识 有时候你认识一下也好 比如说 有人认识一个单位 他在单位说 我们单位需要什么人 然后你可以到当局 你可以洗脑 这样子 通过这个的关系也有 但是 多数还是 就是由政府来去热情给大家服务 到了八十年代以后 就是 要有托云钱的关系了 这个是我自己有的 在青年 我从这个 领标祖公司 到 广南我要去电视台的 我原来是一个学工的 我去电视台 我就拿了我简历给电视台了 但是呢 半年没有回应 后来 因为我也是干人事 干了那么多年了 我也是到 大概我 我没有什么面子 所以后来呢 我就采取 走了这个地方 我就到了这个人事局 因为我在人事局 那也跟他们 也有一个关系 我问你能不能啊 跟我到 到广播电视局那儿 联系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人 然后呢 然后我想 广播电视局跟他 因为他这个 然后我们之间 因为我也是在 赶局以及咱们的工作吧 这样有点 共同的语言 也许呢 就是 对我们台阶下 这样的话呢 就避免那种人情关系 绕开这个人情关系 这八十年代 到了九十年代 除了去求 也有一部分是需要的 正好你到大陆 且我们电视台也有部分是需要的 但是开始就就专了 就是 领导 批条子 个人的关系 或者是 你无换物 你人换人 我给你安排一个 你都安排 就就就就就主任 所以 这三个事情大概是这么的情况 第三个网友的问题是 刘老师觉得现在绝大部分的工作 有那么专业吗 这个事我可以用一个实力去说 我在这个北京光年地区援助所呀 去年还是去年还是前年 后来就给 把这个北京光 就是这个仪表案业 有三个研究所 一个是电影基电研究所 一个是无线电影 一个是无线电影 还有一个北京光年地区研究所 这三个研究所 给合并了成一个基电研究院 然后呢 又想用一个分成三个子公司 实际上它分三个子公司的目的 就是它想把这个大的国有企业 变成分计划 一计划就能成为个人的 就能把国有资产 就逐步地改为个人的 后来这个计划呢 因为现在这个 我们这个网友啊 这胡说很大 这个国有资产 变为这个社会化的网友很大 所以破了这个压力 这个国有资产关系就没有批 但是呢 这个研究所是搞科研的 实际上现在研究所 真正搞科研的 真正研究技术呢 没有多少 都拿了 都拿了 可以说像我们的研究所 拿了房子 来维持生活 根本 所以说这个 跟当时的网友说的 说现在是那个 那个技术就很重要 我觉得现在 咱们的科研也好 咱们的产品也好 大部分都是买办的 买办状况 都是买人的技术 又给人当组装的 当组装工 哪有什么科研呀 咱们现在那些先进技术 大部分都是 毛都是那些老本 吃老本 咱们现在基本上 都是属于给人的 那个零点装备工 跟那个 跟马来西亚 跟泰也差不多 咱们拿了 叫泰以后 不是日本的 那个装备车间了 差不多 所以这网友说的很对 我也暂停了 第四个 您的这个 关于这个 早期的人事管理 和现在的人力资源管理 也还有一个不同 能不能请你让他 重点介绍一下这个 薪酬 和考核上的不同 而在我说的 自我啊 就是从我 就我也管 因为我在人事当主管 以前管支撑啊 管工资啊 管交被我都 在这里我都站了 就是以前的思路 是从毛泽西的思路 是 既定量减少 差距 连我爸爸 我爸爸原来是在部队 是一个副 副团集 就是那个工资级别啊 那个工资级别 这个过去在毛泽时代 这个工资级别 你是什么级 你跟你的职位 有多数是 你这个工资级别 是给你的资历 给你贡献的 就在 慢慢积累 这个很慢 这个很慢 我爸爸当时是2002块钱 毛泽西那个时候呢 就是毛泽西没有 没有降低公司 大概是 要按照这个比论上 就按照我那个手册上 是五十五万多块钱 到一九六五年 毛泽西 号召 共产党员的干部 要降低 我爸爸从二百零五块钱 降到的一百六十四块 九毛钱 这还挺好啊 那里边 九毛钱 就把这个 军林的工 去监贴给 这个 军林的工 这个军林贴给 要 就变成一百六十四 毛泽西就变成四百多块钱了 那个时候 毛泽西不赞 这个 皮肤拉得很大 这个工资 到了八十八五年 我把工资改革的时候 也是 要 这个 级别时间 一二百二百块钱 就可以了 就是 所以这个 因为你的贡献不一样 那就多少 也应该拉着这个 这个差距 要不然你这个 这个 这个激性 就不一定那么 你不能平均主一样 一二百块钱 要三百块钱 从原来 我们内部的奖金 我们台长给我交代的 台长要是五万块钱 我们 这一般的 这个资源 就三百块钱 中间 不要差 二百到三百 就这个 但是 到了 二十一世纪 等到我不干一事的时候 我也知道 这个工资 那时候 那个时候 就是 不只是万元 甚至两万元 就差 这就是 等于就是贫富差距很大 这个就是当时的工资政策 就这么的思念 就是既然是这样 毛主席 在一九六五年 从上去干的时候 为什么要取消军衔制 因为军衔制 就现在的工改个问题 军衔制 他就一个工 你就再降低四 我爸爸才降到四个问题 再怎么降 我爸爸比一般的局长 就是地方的局长 还要高 局长是十三级的话 十三级一百五三 我爸一百六四 那局长也没有办法 所以为什么毛主席要搞这个 这个 这个 依靠红星 就变成那个红星的装饰 就是要打破这个 就是 我们革命胜利的 是老百姓 是老百姓 老百姓的牺牲 使我们共产党成立 共产党不能放弃老百姓 这是毛主席的一个主张 现在的精英 像是 像是毛雨生 像这个 这个袁鸿飞 像是欣子林 他 为什么他反对毛主席 他最 最主要的 就是要 打破你这个 让这个老百姓 跟当官的一样 拿这个 拿这个相信待遇 他要 精英们要少不人 少不人 少不人妇女 他不需要多少人 而且现在的精英宣承的 永远不可能 这个多少人妇女 因为 他们也说 咋会承认 物质是有限的 地球就怎么着 地球产生的东西怎么着 一个人多了 另一个人就少了 不可能 在地球量里 任意猜 那石油我也要 任意猜 对不对 他这就是什么 道理 所以说 这个毛泽东时代 和现在这个时代 再一个呢 现在的世界大人 像我们电台讲 那都是手掌放不出来 我说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我 我 我说扣多少钱 就是扣多少钱 都是这样的 没有法律 过去是 企业工厂 世界大人像我们 北京关联系统研究所 包括机关 都是一样的 你任何人都不能动你工资的 我 我 我拿这个钱 我到银行去办公资 基金转移 再由 再由专门的基金机构 监督你 进行工资 进行转移的 现在呢 是 我想 假如 我的单位 两个人 是在一个单位结婚了 这个女的想 掉这个单位 这个男的挺需要的单位 这个单位跟他下火 会有关系 那你跟我的服务员 这个支撑到什么级别 那个财告人 那财告人 那财告人 现在就是 手掌破了算 想怎么着走 这就是 让老百姓不管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 刘老师 当年的人事变动 没送你 不送钱 能讲一讲 党史的认为标准吗 另外 刘老师 是对当前的人事温柔 仕途的风气 有什么了解 能简单谈一谈 为什么会这样 党史 这样当前聆听人 更能明白 为什么 那么努力的工作 但是呢 却没什么看到 其实这个我就回答 这个问题啊 我回答后一个问题 就是解决 就是 就是咱们 讨论的这个一题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共产党解决为谁 共产党要是没有 我们必须要促使共产党 真正的不是为自己的既得利益 去谋利益的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是刚才那网友突然问题 就解决了 大家 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 就是这两个方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左派的东西 我们左派的这间内部的争论 没有必要 因为你所想象的那些东西啊 太遥远了 还是要关注咱们老百姓 我实际上呢 我也是 我也是跟咱们江西啊 山东啊 就原来我当兵那一家 都是农民 都是瀑布克的东西 这些农民 都是想就是 你们有文化的人 你们有文化的年轻人啊 多呼吁呼吁 不要让执政者啊 成了地主 成了政府家 他把坑害我们 动作就把我们土地夺了 给我们的钱很少 他拿我们的土地去做买卖 我们得到全身微乎其微 他们得到的许是 可能比那个 那个那个 比他太大太多 就是就是这样 所以说农民呢 农民很愿意让我们这些文化的人 去关注他们的民生 关注的民生 就是关注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关注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 和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都会受益上关的 如果你把中央共产党 你要是把他 你要是把他 你要是把他中央共产党 中央共产党如果没有地位啊 你要变成前苏联 你再想利用这个平台 就不可能了 你现在 你现在这个 这俄罗斯共产党 你再起来 东方再起 你想考议会 那是 威护其微 太难了 因为现在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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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也患散了 不同阶级 不同力也太太 太广泛了 你要把这些人都能够 那么大的一个民族 那么多的民族 能够 能够凝聚起来 都还不容易了 第七个问题是 刘老师能否从本质上分析一下 当前国有企业不见存在的同工 不同酬 也就是所谓的正式工和派遣工 呃 我和我的师兄同专业 在单位也是同部门 同工种 他是正式 但是我其实是派遣的 工资福利差别巨大 这是什么人之中 这就是他所在企业 那老板 或者是他就是 他这个首长 就是他所在的 事业单位的 这个这个领导这个 这个国家 这就我说了一下 国家放任这个问题 造成了 就国家 他不作为 国家的政府不作为 政府放任自留 他没有监管 就是制定的劳动法 这个制定的劳动法呢 利用了好多空隙 正用了婚姻法 在婚姻法呢 也用了很多空隙 所以这个不法正的分子 就利用这个空隙 抓了空隙 搞了通过 往来会讲派遣工 派遣劳务制 在劳动法规定的是短期的 临时的 但是呢 没有宠法 你要用了 你用十年的也没人管 那这劳费才不作为 他根本就不作为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要 咱们像那个 像张晋仁老师说 呃 要要救的党 这个党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要这个固恨党 你要必须要 端正你的执政的 执政的理念 你执政的理念 所以说呢 这个主要是在他的企业 刚刚定的 这个跟这个 在一个政府不作为 所以包括 但是这个 为什么不作为 这里就有政府的既得力问题 你包括的婚姻法 婚姻法过去 我在人世 过去一个 就是 一个年轻人要结婚 得到我再来 到我人世再来登记 我人世发出调查信 经过外调之后 才能同意 为什么呢 也许这是一个 好像是在这个 资本主义社会上 一个请权 实际上是保护每个人的权利 就是让 让每个人 不能被那些坏人 被那些二奶 三奶去抓控制 被那些非法的那些 同婚去抓控制 被那些不道的 就是要防那些不道的人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 而且就被这些经营 那个我们不干涉 这个 这个 这个隐私问题 然后实际上呢 他自己就有隐私问题 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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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就有他那些不道的东西 所以在制定 包括在制定法律 那个法律学者 他有他不道 他就 没有是以公制法 他以私制法 所以这个法律 就不借钱 我最后 那我说说 因为我也是六十一岁的 进入到老年人行里了 我也是一个四十一年 那个 党龄的 一个共产党人 我为我们党 今天有很多不进人意的地方 就是没有进到共产党 这个光 这个 这个光荣的这个称号 没有进到这个义务 我也感到 那个 我自己 我也感到很惭愧 为什么呢 我常会我自己 还是应该 就是 我的前期也没努力 所有前期 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没关注 这个是我的一个最大的教练 所以在文革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 毛主席这些问题 就是 没有去 叉叉叉叉叉 去学 去学习 去领会 这个毛主席的这个教导 这也是 我觉得 我也是 很遗憾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呢 年轻人呢 那 在这方面呢 我们要 关注社会 关注 关心 国家 大事 毛主席在这个 文革的 刚开始说 在这个 中南海的西门 自己 出来之后 接见群众 就是说说了 你们要 关心 国家大事 把无产集体 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 毛主席 这句话 绝对不是为了一个 权力支撑 毛主席 我觉得 如果是为了权力支撑 他就不会把他的权力交给 刘浩奇 交给邓浩平 他退二线 毛主席 为了 共产党 是靠 人民 剥胜 共产党不能忘记人民 共产党执政 必须要 要是 要是以人为本的话 你是真正的以文本 不要拿着以人为本的话 掩盖自己的谋私 掩盖自己的谋利 我希望那些部长们 局长们 你威心自卫 你占了多少大房子 你占了国家 多少不应该得的东西 你自己 你还是不是一个 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大员 如果你不是 你干脆 自己 退出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是 我们年轻 那我觉得啊 我们都能改说 我们年轻人 和我们这些真正的共产党人 做真正的希望 好 谢谢大家